第111集 不见天日六十岁 顾涵看着废墟里正在采集吆喝痕迹的青天司官员 忽然说道 我还是不相信 十岁会真的入魔 肯定有什么问题 马华不安 那些先不用管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我会把此事所有前因后果都禀告给师父公祭判断 任何惩罚我都可以接受 只希望能尽快查到线索 抓住真凶 以为落到有在天之灵 看先任长老似乎有些生疑 你先推到我们身上 事后我会解释 过南山看着童颜 童颜沉默了会儿 如此也好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个绿色的小琉璃瓶 手指微微用力 捏成粉末 撒在废墟前的地面上 这是何物 这是师兄生前最喜欢的玩意儿 顾涵没有再说什么 四人站在废墟前 沉默不语 远方忽然有数道烟花生起 那是宣布解禁的信号 桂华城里的修行者与居民 可以自由出入 在烟花的照耀下 踏成废墟的小院 看着很像一座坟 云层在天光风芽下 被太阳静静照着 看着就像是雪原 赵腊月站在崖边 看着下方的风景 忽然有些想去白城 但下一刻便把这个念头 碾碎在心间 一声叹息响起 他转过身去 看着那道高大的身影 行礼 拜见掌门大人 青山掌门站在石碑前 覆手看着那一处 这是你第一次来天光风顶吧 赵腊月的视线随之上移 落在那道剑鞘上 强行压抑住心头的震惊 是的 当初想着你 虽然是小师叔的在世传人 终究年纪太小 有很多事情 以后慢慢告诉你 也无妨 现在看来 这种做法却有些不妥 因为你做事之前 似乎并不习惯询问别人的意见 掌门转过身来 走到他的身边 望向崖下的万里云涛 成天剑只是一个剑鞘 这种事情 就算我问出来了 也没有意义 这种所谓的秘密 确实没有什么意义 我今日请你过来 主要是想问问洛淮南之死 与我无关 警久不见得会死 你为何一定要他死 在这种时候 如果还说与我无关的话 未免有些太不恭敬 赵腊月沉默了会儿 他想监久死 我就想他死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瞒过所有人 就比如 你们都已经猜到了 却什么都不做 我等了你们三年 既然你们不做 那我就自己做 这三年洛淮南表现太好 便是我都有些动摇 而且一直没有证据 中州派也没有证据 不错 这个局你们设计得很好 哪怕有人怀疑你 也找不到任何证据 而你找的人 也永远不会出卖你 无论是宝树鞠 还是胡贵妃 都没有任何理由以及勇气 出卖沈默风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会影响到我们与云梦山之间的关系 最后出手的是童言 这是中州派弟子间的自相残杀 如果真的被人猜到了什么 便会出问题 生灵涂炭这四个字 便可以用一用了 青山宗与中州派之间开战 仅久当初在朝歌城里 推论过那段历史 便会发生 我没有想那么多 还是说你根本懒得想 那个官员叫施风辰 是这个名字吧 他对你的忌惮 不见得完全没有道理 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他是谁了 赵纳月沉默了很长时间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初子剑是谁的剑 掌门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没那么简单 赵纳月站在崖畔 听着神末风里 那些猿猴欢快的叫声 在心里默默想着 那夜与胡贵妃见面之后 神皇让金贡凤 把初子剑转交给他 便表示这件事情不简单 初子剑很强大 在他手里甚至不弱于福斯剑 所以那夜才能一剑重创落淮南 顾青来到崖畔 查清楚了 是顿剑者的剑 赵纳月有些意外 小梅问道 海声那位 玄音派三祖师 身藏弟弟 而且不善遇见 那位帝王孙 如今应该在大泽附近 背着龟壳 那便只能是那位通天境见仙 顾青点了点头 神情很是凝重 传闻里 那位被青山剑阵逼得自尽于雾岛里的通天境剑仙 与如今的西海剑神有些关联 神皇借剑杀人究竟异于何为 他的目标是西海剑派还是不老林 又或者他只是想与青山联手 震慑中州派 想着这些事情 赵纳月的脸色更加苍白 咳了两声 杀骆怀男一役 他受了不清的伤 在真气阁里为了隐藏伤势 又消耗了很多真缘 这时候很是虚弱 顾青看了他一眼 有些担心 传说九封 我要闭关 赵纳月看了眼北方 转身向洞府里走去 顾青换来原姓少年 交代了几句事情 我也要开始闭关 如果梅惠开始 记得叫醒我 寒雾所血缘 道战无法进行 梅惠自然也不会举办 梅惠开始的那一天 便意味着寒雾将散 原姓少年明白他的意思 也隐约猜到他们去做了些什么事情 有些不安地说道 我不会和那边说 顾青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没有说什么 原姓少年想着这件事情 十分感慨 没想到居然是柳十岁 原来他没有忘记警师说 我说过 他才是我们沈默峰的大师兄 另外请那边帮着看好村子 我可不想师父回来后生气 原姓少年觉得很是头疼 你确认那边会帮我们 顾青没有说话 向崖下的树林里走去 他闭关的地方不是洞府 而是树林里那间曾经住过很长时间的小屋 树林里的猿猴们叫了起来 表示对他的欢迎 顾青沉默不语 当年六十岁偷服妖丹 献出异象 被尚德峰关进镇摩浴里 日夜遭受刑罚 眼看着便要出事 他记得景久离开之前的交代 写了张纸条交给猴子们 让他们去搬救兵 而第二天 六十岁便被放了出来 直到现在 两望风弟子还以为这是掌门大人的意思 当时顾青也不知道是谁出手 但这些年他与猴子们交流更多 早就已经知道 当时他们去的是哪作风 赵腊月被暗杀的时候 中州派掌门夫人曾经来过青山做解释 那一次赵腊月并没有死 六十岁是青山企图 但洛淮南终究是死了 所以青山掌门亲自走了一遭云梦山 二百年来头一遭 数日后 中州派与青山宗联合搬出御令 确认了六十岁便是洛淮南之死的真凶 要求天下同道帮助追击 无论是哪家宗派的弟子 又或是无门派的散修 只要能够杀死或者抓住六十岁 又或者能够提供足够准确的信息 帮助中州派与青山宗杀死或抓住六十岁 都能得到两派共同提供的奖赏 作为正道修行界的领袖 又是这样的大事 中州派与青山宗提供的奖赏 自然极为惊人 两样高级功法 以及两件天洁法宝 六十岁的画像出现在城门上 街道上 九楼里 朝天大路的所有地方 甚至就连通往远海的宝船上 都有他的画像 他的容颜性情功法特点 举世皆知 以他的境界实力 自然没有资格被称为顿见者 但事实上 他与那三位顿见者将没有任何区别 他将被终生追杀 一刻不得喘息 再也无法看到天日 青山外有座小山村 六十岁的家就在这里 普通百姓自然不知道 修行界里发生的事情 小山村里的生活 没有受到任何打扰 柳父柳母依然每日劳作 像过往那些年里一般生活 虽然已经见老 身体依然康健 发黑 齿尖 看着极为精神 深山临烧 站着两位散修 一位散修威风说道 肯定是六十岁偷了青山的丹药 给他们用了 就凭这条也是死罪 不过看来确实很有孝心 另外那名散修脸色苍白 六十岁杀了洛淮南 在布老林里地位必然很高 我们这么做 布老林会放过我们吗 怕什么 这里离青山如此之近 布老林哪里敢出现 那位散修宁笑一声 我们绑了他的父母 逼他现身 到时候或者杀掉 或者送到青山 拿到中州与青山的功法 法宝 今后还有谁敢惹我们 说完这句话 他便准备略离灵烧 捉住柳父柳母 以残忍手段逼出柳的下落 至于柳父柳母 万一真的不知道 他该如何让柳十岁知晓 父母在自己手里 他完全没有想过 最坏的结果也就是 柳父柳母被他灵虐而死 没有什么别的坏处 忽然他觉得有些异样 向脚下望去 神情微变 夏末时节 烧头的树叶 忽然结上一层冰霜 然后他的眉心间 出现了一个洞 片刻后 血从那个洞里溢了出来 他的眉毛上 凝结了一层冰霜 渐渐身上也附上一层冰霜 早已没了呼吸 直到死亡来临 他也没能看到 那一道穿透自己头颅的剑光 另外那名散修 自然也没能看到剑光 他看着死去的同伴 身体不停颤抖 恐惧地无法言语 林间落了一场雪 那名散修猜到了些什么 在心里不停地狂喊 血流 血流 他的身体被寒意冻僵 再也无法在树枝上站稳 直接摔落到了地面 他哪里敢跑 跪在风雪里对着天空 不停磕头 用尽力量 以此表示自己的诚意 他的额头破得厉害 随着磕头的动作血水四散飞溅 他的神思有些恍惚 不明白为何青山宗的大人物 会护着那名企图的家人 还是说 这代表着青山宗的威严 不容侵犯 血流如仆 寒意刺骨 他感受到了那道意志 哪里还敢再坐停留 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 同时也把那道意志 带了出去 山村是青山的禁地 谁都不准靠近 建安郡西面 有座小镇 六十岁戴着立帽 行走在镇子唯一的主街上 被整个大陆通缉 是很麻烦的事情 但算不上特别危险 他没有资格成为顿见者 青山大镇 不会无时无刻地搜寻他的下落 修行者的数量太少 凡间的官府与牙役 又很难发现的 只要他保持低调 不去朝歌城这种地方 不靠近可能有修行宗派的 深山灵脉 便不用太过担心 自己会被人发现 布老林与那些邪派 能存在这么多年 自然有其道理 六十岁想着这些事情 站在茶铺前 要了一碗凉茶 街道前方忽然响起尖叫声 又烟沉起 他向那边望去 发现是一匹马受了惊 拖着车厢四处横冲直撞 已经造成很多险情 风牵车帘 里面好像是一家人 男子正在用力拉江 试图让金马停下 富人脸色苍白 怀里的孩子不停哭喊 普通人无法拦住金马 能拦住金马的 必然是修行者 小镇里很少会出现修行者 一旦出现 那便是很显眼的事情 所以自己不应该管这件事 六十岁想着这些事情 走到街上 那辆马车眼看着 便要撞到街边 车毁人亡 风起 六十岁出现在马旁 伸手抱住马颈 势如野火般的金马 居然被他看似普通的手臂一拦 便无法再进一步 啪啪两声轻响 他的鞋底烟沉微坐 左臂衣袖上 裂开两道口子 金马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 前提一软 便跪了下去 被他揽在了左臂里 马车骤然停止 车厢里的妇人与男子直接跌倒 妇人怀里的孩子飞了出去 六十岁伸手抓住那个孩子 抱在右臂里 惊呼声骤然消失 街上无比安静 数百道视线落在他的身上 六十岁确认金马一行 把孩子交还给妇人 走回街边茶铺 喝完碗中凉茶 放下两个铜板 向着镇外走去 看着那道离开的身影 街上的民众震惊无语 直至那道身影完全消失 一轮声才轰然而起 第一百一十二集 活人无数 不老林 来到镇外的树林里 刘时最觉得有些不对 望着树林深处说道 出来吧 片刻后 两名年轻人 还有一位稍显沧桑的中年人 走了出来 一名年轻修行者 看着六十岁 不解问道 难道你不知道 整个朝天大陆都在追杀你 为何会因为这种事情 暴露行踪 我以为小镇偏远 很少会有修行者出现 就算被人发现痕迹 那时我早就已经走远了 六十岁解释得很认真 那名年轻人苦笑说道 我们与这位道兄 有些事情要谈 在山门里有些不便 于是约在镇上 恰好看到了那幕画面 贵派是 那名年轻人 举着另外一名年轻人说道 我们都是三清派弟子 六十岁有些耳熟 心想应该在哪里听过 那名中年人说道 无乃亦散修 无门无派 哎 到处都有修行者在找你 结果却被我们无意碰上 真不知道我们是运气好 还是运气差 那名三清派弟子 脸上露出悲壮的情绪 另外那名三清派弟子自嘲一笑 我们知道不是你的对手 只想暗中跟着 很是谨慎 没想到 还是被你发现了 能够找到六十岁 便有可能拿到中州派 与青山宗的奖赏 这当然是好事 问题在于 六十岁连洛淮南都能杀死 此时发现他们行踪 又怎么会让他们活下来 那名散修忽然看着六十岁 或者我可以想办法 帮你争取一些时间 当然你首先要承诺不杀我们 六十岁想了想 好 那两名三清弟子 没明白意思 神情威正 那名散修忽然出手 发气如阴影一般 自袖口里飞出 席向两名三清派弟子的后背 轰轰两声俱响 树林里烟沉大作 两名三清派弟子没有死 因为一道飞剑 静静悬在空中 那件阴毒的发气 已经被斩成两截 落在地面 如被斩杀的毒蛇一般 两名三清派弟子 惊怒异常 看着那名散修喊道 陈老舅 你想做什么 那名姓陈的散修脸色苍白 看着六十岁震惊不解 你为何阻我 杀死两名同道灭口 事后再帮我遮掩 顺便把杀人之事 栽赃到我身上 那名散修焦急辩解 如此你才会相信我 不是吗 从道理上来说 我确实应该接受 六十岁看着他 但我不喜欢这样 说完这句话 他的眼瞳深处忽然燃起两抹腰火 红颜异常 散发的气息变得异常狂野 那名散修惊呼一声 换出法器 便向玉空逃走 石鱼道光泉从六十岁深周生出 向着那名散修轰了过去 那些拳头并非真虚 黑红两色混杂 正是用妖火之力催动的血魔功 满天都是妖火魔拳 那名散修哪里能逃 只听得一阵密集的 如鸡重隔的声音响起 散修身体表面出现十余个陷坑 重重摔到地面 顿时没有了生机 六十岁望向那两名三清派弟子 三清派弟子脸色苍白 却没有逃走的意思 手捏见绝 虽然我不明白 你刚才为何要救我们 但现在请动手吧 你们为何要杀我 像你这样盼门辱魔 杀害争到前辈的妖人 当然人人得而助之 说的有道理 你们并非妖人 那我为何要杀你们 六十岁回到了镇上 两手提着两名昏迷的三清派弟子 就像提着两只鸡 通过那辆已经破损严重的马车 他找到了那家人住的客栈 让满脸惊恐的掌柜 带着去了房间 房门开启 那名男子揉了揉眼睛 发现是刚才救了自己 全家性命的仙师 面露惊喜 直接跪到了地上 那位妇人也赶紧跪了下来 按着孩子的后脑勺 不停地说着感谢 麻烦你们帮忙照看一下 等他们醒来 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六十岁把两名昏迷的三清派弟子 放到地板上 留下些散银子 转身离开 不能遇见 见光太显眼 也不能走路 那样太慢 不能走太热闹的地方 容易被人发现 也不能走太幽静险峻的山崖 那里容易遇到修行者 所以六十岁选择在离官道不远的山林里 高速奔略前行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种地方很容易遇到一种人 盗贼 他停下脚步 看着那十几名正围着火堆 喝酒吃肉的盗贼 神情威正 那些盗贼的身后有一辆车 没有看到尸体 但有很明显的血腥味 十余名盗贼神情惊恐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他们很清楚 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 敢独自前行的 绝非是反俗之辈 你们截获杀人 一名盗贼反应奇怪 连声喊道 没有 不敢 我们只是抢了这车仇布 商人受了伤没死 另一枚盗贼颤声说道 商人就在十里外的官道上 闲尸尽可以去看 六十岁的视线 落在那些盗贼割羊肉的刀上 那些刀上也都有些血 那两名盗贼籍的清金毕露 撕声道 羊血 绝对的羊血 那两名三清弟子 与死了的散修 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别处 只要自己不再弄出什么动静 便应该是安全的 至少在明天那两名三清派弟子 醒来之前 六十岁这般想着 准备离开 忽悠想着 小镇上那家人如果在道路上 遇到这群盗贼 只怕会有危险 谁是带头大哥 盗贼们坠坠不安 没有人应声 但好几个人都悄悄望向了一个 满脸横肉的汉子 那名汉子恶狠狠地蹬了回去 从羊肉上取下铁刀 绝望地喊了一声 便向六十岁砍了过去 一声脆响 那名盗贼首领的头没了 直挺挺地摔落在地 以后不要当盗贼了 那样不好 而且危险 六十岁指着地上那具无头尸体 对盗贼们说道 你们看 就像这样 他本来还准备说些什么 盗贼们发出惊恐的尖叫 如鸟树一般散开 逃往山林深处 六十岁想了想 没有去追杀 他的行踪即将暴露 他不能再去不老林的联络点 天高云淡 妖火从他脚下伸出 风起 山林间出现一道残疑 树袭之后 他已经变成下一座山里的一个小黑点 两日后 某座无名野山下方 有道溪谷 山势极陡 水势极凶 河道里遍布着或大或小的石头 水浪拍击在上面 发出轰隆如雷的声音 如雷般的水声里 忽然传来一道沉闷的撞击声 就像是装满米的麻袋 从城头直接落在了街道上 片刻后 六十岁从湍流里浮了出来 有些困难地把身体藏在石缝里 确保不会被天空上的人或疫情发现 他浑身湿透 脸色苍白 衣服上还缠着血迹 胸口微线 明显是受了极重的伤 他胸口的线落不是被溪谷里的石头撞出来的 而是被一件法宝击中 昨夜他被几名散修强者追上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最后他被逼入绝境 眼看着便要被围杀的时候 他咬着牙跳进了山里的一条暗河 那些散修强者不敢在这般黑暗的环境里继续追杀 只好再做想法 暗河穿过山脉腹部 分座无数条 其中一条从这座无名野山的崖壁里落了出来 他相信那些散修强者应该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 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并不代表安全 他能感觉到危险还在 他的视线穿过石缝 落在天空里 远处隐隐可见剑光 不知道是青山宗还是无恩门 这里离海州应该不远 西海剑派高手的可能性也很大 如果这时候他被这些宗派的高手发现 必死无疑 一名老书生忽然出现在溪谷里 他看着石缝里的六十岁 感慨说道 唉 真不明白 像你这样的人 是咱们活到现在的 六十岁开心的笑了起来 牙很白 这位老书生正是当年把六十岁从村子带走的伊毛斋前辈 那句话使他的感慨 并不需要六十岁回答 六十岁从石缝里爬了出来 看了一眼天边的剑光 老书生取出毛笔 沾了些溪谷里的清水 在空中写了几个字 一道清光闪过 他与六十岁的身影 从原地消失 没有过多长时间 两道剑光先后落在溪谷畔 两名中年修行者出现身形 一位是青山碧湖峰长老雷鸣 已经游野中尽 另一人则是西海剑派的高手 潜思才 潜思才冷笑 居然又跑了 看来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 确实擅长大动 这句话明显是讽刺青山踪 雷鸣看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说道 那在海边待久了的家伙 是不是应该擅长摸鱼 潜思才冷哼一声 不再理他 确认柳十岁的气息已经消失 二人收回剑石 各自复命 洞服里很干燥 夜明珠散发着幽暗的光线 柳十岁从冥想中醒来 打凉四周 心想不知是哪位前辈高人的洞服 尽致很是强大 竟落在了不老林的手里 老书生递过来一颗赤红色的丹药 六十岁接过丹药 借着桌上的那盏清水服下 稍微调息便化散 看着老书生感激一笑 当年这位一毛斋老书生 与中州派魏成子 把他从小山村里带走 如今魏成子也已经死了数年 老书生变成了他在不老林里 唯一认识的人 老书生叹息 像你这般形势 迟早会被发现 六十岁知道他指的何事 挠了挠头 知道不应该管 但身体不受控制 这前几年把你拘着 看来很对 像你这样的人 就不应该在世间行走 柳十岁好奇 在您眼里 我是什么样的人 总之 不应该是不老林的人 不老林里 有您这样的前辈 那有任何人都不足为奇 一毛斋这样的地方 居然出了一位不老林的刺客 自然有故事可以说 不过洞府里没有酒 老书生也没有讲故事的兴趣 交代了几句便离开 十余日后 六十岁的伤势疆域 打开静止 走到洞府外 看着微微群山 满眼青涩 心想 这里是何处 有风从山野那边吹来 顺着崖壁而上 浮动洞府外的野花 落在她的脸上 她闻到风里有些咸味 还有些很淡的腥味 才知道这里离海边应该不远了 那片海 应该是西海 伴着海风 老书生再次出现 走吧 六十岁没有问去哪儿 简单收拾了些东西 又去洞外的野林李小姐 随着老书生 向山下走去 清脆的群山下方 自然会有幽暗的峡谷 两人用数天时间 穿过幽暗的峡谷 然后进入一条 更加幽暗的地道 又走了数天 他们终于从幽暗的地道里 走回地面 浪花拍打礁石的声音 仿佛就在耳边 眼前是无数堆雪 六十岁静静看着 夜色里如墨一般的西海 沉默了会儿 转身走进那间 很破烂的海神庙 潮湿的墙上截着岩花 形成很诡异的图案 木头门槛 已经被海风腐蚀大半 看着有些恶心 这些都是他 未曾见过的画面 老书生没有随他 走进海神庙 破旧的庙里 只有他 以及那座海神 星光落在墨海上 反耀出很淡的光辉 又落在海神的脸上 六十岁才发现 原来这座海神像 是个真人 海神的容颜 看着并无特意之处 身着黑衣 但散发着贵气与王气 有种服侍众生的感觉 你就是布老林的 柳十岁想了想 应该怎么称呼对方 首领 可以这样说 黑衣人的声音有些飘渺 听着就像是从远处传来一般 你为何要见我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杀死落淮南的 柳十岁想也未想 秘密 这个回答明显超出了 黑衣人事先的预算 他震了震吼 笑了起来 另外初见的人是谁 柳十岁认真地想了想 看不出来 初子剑在你手里 柳十岁这才知道 赵蜡月给他的那把剑 叫做初子 他的神情与反应都很真实 因为这本来就是真实的 他看着黑衣人 那把剑现在是我的 黑衣人静静地看着他 过了很长时间 那就是你的 谢谢 那你至少应该告诉我 既然你只杀恶人 为何会杀落淮南 在我看来 他就是个恶人 黑衣人身体微微前轻 有些意外也很感兴趣于他的这个说法 为何这么说 六十岁沉默了会儿 公子没能从血缘回来 我认为是他的问题 黑衣人若有所思 虽然我不明白 你为何坚信 使他害了警九 但这个理由很充分 谢谢 前一声谢谢 是感谢对方没有凭着境界 强行抢去那把初子剑 这一声谢谢 是感谢对方 承认自己的理由 第一百一十三集 无奈西王孙 你可知道 为何前些年 我一直不肯见你 因为你还不够强大 而且 我不怎么信你 黑衣人看着六十岁 想起多年前浊水里的鬼木铃 心想虽然你的生命 是被我改变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说信任 便说你只肯杀自己 愿意杀的人 对我有何用处 布老林可不是果成寺 六十岁想了想 你们想杀的人很多 其中 总有一些适合我 适合他去杀 真是有趣的年轻人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 因为你证明了自己的强大 也证明了自己 六十岁明白他的意思 沉默不语 就算离开那个山村的时候 你还有别的想法 但现在你杀了洛淮南 此生便只能在黑夜里行走 黑衣人静静看着他 你可愿意 海神庙里一片安静 海涛的声音要比松涛远为惊心动魄 六十岁想起了山村的池塘 两望风的剑光 我要最好的功法 与金石 与丹药 以及安全的洞府 任务 由我自己决定 接或不接 哼 如果是别人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会直接让他魂飞神灭 但既然是你 再如何荒唐 我也接受 柳十岁盯着他的眼睛 你到底为何这般看中我 因为你的天赋与出身 最重要的是性情 像你这般执拗的修行者 整个朝天大陆已经没几个了 柳十岁依然不解 对布老林来说 这样的性情很重要 对布老林很不重要 但对剑道来说 非常重要 柳十岁隐约明白了些什么 你要我继续修剑 是的 我要你证明给整个世界看 哪怕离开青山剑宗 依然可以修成不是剑法 柳十岁沉默了会儿 似乎有些意思 还有什么问题 你到底是谁 黑人静静看着他 无奈西王孙 海风骤击 墙上的岩花速速落下 海浪翻滚 涛声如雷 三年后 神墨峰崖间的雾渐渐散了 猿猴们叫了几声 猿性少年从风顶下来 走到林间小屋前 师兄 师兄 该醒了 片刻后 木门被推开 顾青走了出来 只见他眼神深静 偶有亮光 如见闪起 然后隐而不见 原姓少年很是吃惊 心想师兄闭关才三年 便再次破镜 这真是太厉害了 诚旨说道 恭喜师兄 顾青看了看他 发现这三年 他的进步也很大 已经快要破镜入无章 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他看着林间 渐渐散开的雾气 雾散了 多么十分便有迹象 今年梅慧将照常举行 梅慧既然照常举行 便说明雪原寒雾将散 想到远在雪原 不知生死的师父 顾青的情绪有些复杂 明明应该欣喜 却有畏惧 回到封顶 走到洞府深处 看着那道厚重的石门 感受着上面 禁止阵法的无上威压 顾青有些犹豫 他是神末风弟子 自然有办法解除禁止 问题是自己 应该这样做吗 掌门亲自下令 说师父正在关键时刻 任何人 任何事 都不得打扰他 顾青有些吃惊 破镜入油野 原姓少年点了点头 顾青很是喜悦 然后想着已经这么多年 师父只怕早已 他只是想过去看看 同时希望能把师父的海骨 迎回来 如果让赵腊月看着那画面 伤心过度 只怕会对破镜带来极大的麻烦 心意既定 他不再想此事 世间大会几天后开始 七天 传书是叶峰 我们参加 数百丈高的石林 穿破云雾 指向湛蓝的天空 崖间到处都是人 只有神末风所在的石台 显得有些清冷 只有顾青与原姓少年两个人 有些意外的是 两望风弟子所在的石台上 没有看到过南山 也没有顾寒与马华 原姓少年注意到顾青的视线 低声说道 据说是闭关修行 我猜还是三年前那件事情 顾青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那个局势两望风与洛淮南商定好的 才会有六十岁出手的机会 掌门大人亲赴云梦山 应该把这件事情向对方解释清楚了 但两望风总要为洛淮南之死付出些代价 伴着尚德峰池燕长老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声音 青山事件正式开始 顾青没有任何意外地连续战胜数名对手 获得了参加梅会道战的一个名额 他当年便是两望风的剑童 时间过去这么多年 剑道修为更为高妙 令诸风师徒感到震惊的是 他用的并不是神墨风的九死剑诀 而是成天剑诀 成天剑诀乃是天光风不传秘剑 他是如何学得的 很多道视线下意识里望向风顶 不知道稍后会不会有什么声音响起 举办事件大会的林就在天光风里 天光风顶很安静 池燕忽然问道 你何时入得无章上境 听到这话 牙间的诸风师徒又是一片哗然 赵腊月罢了 那是天生道众 景久罢了 那是先天剑体 可顾清看着这般寻常 为何修行速度也如此可怕 顾清心想 如果是两位师长听到这个问题 大概会回答说 刚才 上次事件大会的时候 师父就这般说过 二十天前 顾清的回答就像他的人一样 平淡 池燕看着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不错 接着是元姓少年 现在他还是诚意境的弟子 已经看到了无章境的门槛 但离岳过去还有一段距离 与别的同龄年轻弟子比较起来 这个境界已经算是相当不错 但他来自沈默峰 朱峰师长确认这个事实之后 都觉得轻松了些 看来那座孤峰并没有什么师叔组的遗则 修行还是要看个人 按道理来说 以元姓少年现在的境界 很难战胜那么多同门拿到梅慧道战的参加资格 但今天他的运气实在太好 他第一轮便遇到了玉山师妹 第二轮 他遇到了一位境界相仿的世月峰弟子 经过一番苦战险胜对方 第三轮 他遇到了雷金 对方直接弃拳 第四轮 顾清站在台上神情平静地看着 心里却是苦笑 这种迁运 可以说是运气 但他知道某些秘密 自然能想到 所谓运气 不过是尚得风的安排 天光风外 玉山师妹为他们送行 顾清与他说了两句话 玉剑离开 片刻后他转身回望 只见他与元姓少年 正在一棵大青树下相对无语 下一刻 玉山师妹似乎哭了 元姓少年有些慌 想要替他擦眼泪 却不知该用衣袖还是手指 一时间有些手忙脚乱 顾清笑了笑 看着越来越近的暮色里的神墨风顶 笑容渐渐脸去 飞剑落在风顶 他走到洞府深处 看着紧闭的石壁 默默说道 请放心 只要师父的骸骨还在 我就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今次前往朝歌城 参加梅会的青山弟子 与往年相比更少 可能是因为今年带队的 并非青荣丰主难忘 所以没有太多的随行人员 也没有选择遇见而行 而是乘坐建州 建州破云而起 在晨光里向北而去 很快便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顾清望向后方的那片云海 见着青山珠峰 已经变成云海里的孤州 像某日的赵腊月一样 想到了白城外的那片雪原 原姓少年拍了拍他的肩膀 原来是带队的师长开始训话 顾清看着建州前方 那道瘦高身影 眼神微宁 那就是今年带队参加梅会的师长 西来丰主 方景天 景九与赵腊月没有说过方景天相关的事情 顾清是自己生出的兴趣或者说警惕 顾家是青山大族 底蕴很深 知晓很多酒疯的秘密 现在顾清是家族重点培养的对象 自然也知道了很多东西 方景天是太平真人的仕途 但不管与掌门真人还是建律元旗经 都不如何亲近 很少往来 这位西来丰主给人的感觉可以说是低调 也可以说是雍长 他的一身迫海境修为放在世间 当然是绝对的强者 在青山九丰里却不怎么显眼 但族里的老人曾经专门提醒过他 一定要对方景天有足够的重视 顾清当时问原因 那位老人只说了一句话 青山九丰都是上德丰 顾清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建律元旗经一身修为惊天动地 更是掌门真人的师兄 上德丰在青山九丰里的地位极为特殊 但这句话里的上德丰 指的并不是现在的上德丰 而是无数年前的那座上德丰 当时的上德丰主是太平真人 现在的青山本来就是太平真人一脉 掌门还是元旗经 都是他的弟子 就连顾清所在的神莫峰也应该算在这一脉里 因为景阳真人是太平真人的师弟 更有一种说法 太平真人是代师寿宴 可以说是景阳真人的半个师父 太平真人是何等人物 既掌门真人与建律元旗经之后 收的第四个徒弟 又怎么可能是一个雍长之人 更令人不解的是 既然方景天绝非雍长之辈 为何数百年来会表现得这般平淡 顾清不像赵纳月那样知道很多事情 猜到很多事情 所以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只好不再去想 他甚至连看都不敢多看方景天两眼 似方景天这种层级的大人物 绝对能够轻易感知到针对自己的契机与眼光 若他动了什么想法 只需要随便灰灰衣袖 顾清便会死了 青山剑州落在群山之间 群山间到处都有美轮美奂的建筑 正是朝廷专门为仙师们修建的西山居 顾清正在收拾东西 忽然听到西山居通传 有人送东西来 他有些不解 心想自己在朝歌城并不认识人 顾家也一直只在天南经营 来者是谁 他带着原姓少年来到前院 发现有些同门已经在了 一名只是跪拜余地 双手乘上礼丹 极其恭敬 身后则是数十个精美华贵的匣子 顾清接过礼丹看了看 发现大部分都是些用具吃食 没有特别 有青山弟子好奇凑过来看了一眼 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 真是好说啊 这是谁家送来的 那位执事跪在地上 见顾清没有说话 哪里敢回话 原姓少年明白了 笑着说道 应该是师父家里送来的 围观的人群里响起两声冷哼 修行者单于外物 难道不怕乱了道心 说完这句话 两名弟子抚袖而去 原姓少年有些不解 也有些生气 准备说些什么 却被顾清指住 顾清对那位执事温言道谢 带着原姓少年回了房间 他只拿了礼丹 稍后自然会有西山居的人 帮忙把那些礼物搬进来 那两位师兄是怎么回事啊 原姓少年游子愤愤不平 他们是诗月峰与碧湖峰的弟子 当然会看不顺眼 原姓少年不解 为何 在他们的眼里 赵家的东西 只怕都是保树居进县的 保树居以前的靠山是碧湖峰 还有诗月峰管理 那些好处都是他们得了 现在这些好处就到了我们手里 他们如何会舒服 原姓少年正了正 心想确实是这个道理 不禁有些担心 那该如何办 才能化解对方的敌意 为何要化解 顾清笑了起来 几年前 在峰顶我曾经听过一句话 我当时无法接受 现在想来 却很有道理 原姓少年好奇 什么话 顾清指着窗外 太阳就在那里 你怎么遮掩 也总会被人看到 如果你不喜欢被人看着 那么你要做的事情 就让自己更明亮 亮瞎他们的眼 原姓少年愣了半声 男男说道 好嚣张啊 亮瞎他们的眼 这句话是我说的 但我觉得 那就是二位市长的意思 第一百一十四集 好大的动静 在第二天寝室方景天后 顾清与原姓少年 离开西山居 去了朝歌城 顾清给景家送了些丹药 当然是经过精心挑选 可以帮助凡人健康身体 但药力很弱 不至于出事 原姓少年去了赵家 至于他要送什么东西 顾清没有理会 身为弟子 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然后梅会便开始了 今年的梅会 由中州派主持 优胜者的奖励 据说是一颗高节领丹 与上次相比差距有些大 上次梅会优胜者的奖励 是蝉子灌顶 有些遗憾的是 秦战第一的果冬消失 书战第一的白枣 以及道战第一的景九 生死不知 只有雀娘 与画战第一的书狂 接受了灌顶 据说那位伊毛斋年轻书生 在接受了蝉子的灌顶之后 顿时开悟 连破两境 雀娘则是在靖玄宗地里闭关 颇受期待 不管如何 梅会终究是修行界的一场盛会 朝歌城的梅园里 汇聚了很多年轻修行者 只是因为缺少了某些人 显得有些冷清 那些人便是前面提到的果冬 白枣 景九 还有三年前死去的洛淮南 今次没有参加的童颜 以及连续两次都没有出现的 青山宗两望风 年轻强者们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冷清 还是别的原因 梅会的前面四项 进行的有些平淡 波澜不惊地结束 直到西山居的画师 开始在雨廊下布置画布 参加梅会的人们 才确定了那种感觉 原来所有人都在等道战 不是等道战的结果 而是因为道战要去雪原 那片寒雾真的要散了 壁画从廊顶落至地面 已经绘好寒枝 在近处细看 往往会让观者 感觉自己变成了之间的一只鸟 顾清带着原姓少年 站在画前 想着传闻里六年前此间的热闹 心情有些异样 西山居里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都在说着当年的那幅画 感叹于何瞻的巧思 更惊叹于景久内夜的逆天表现 议论声忽然消失 脚步声响起 顾清与原姓少年转身 看到了一个人 西海剑派铜炉 比上次没会的时候 气息更加强大 眼神更加沉稳 盯着顾清的时候 却隐有凶意 顾清很平静 倒有何事 铜炉立声说道 我会盯着你们 如果让我发现 你们包庇那个杂碎 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上次到战时 他被洛淮南所救 从那之后 他便视洛淮南为一生挚友 即为尊敬 洛淮南被六十岁杀死 铜炉悲痛至极 当然想要替洛淮南报仇 却无法找到六十岁 一腔恨意 只能落在青山之上 顾清看着他平静说道 我也很想知道 说过真的有那么一天 你会怎么选择 寒雾真的退了 雪原的边缘 已经清晰可见 白城里到处都挂着彩帆 以为庆祝 雪原边缘那些 曾经存活的奈寒细数 现在挂满了冰晶 看着很是奇特 城外的原野上散落着 各修行宗派的庭院 六年时间 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何国公 方景天 任千竹 风刀教主 昆仑掌门等 修行界的大人物 都来到了这里 参加道战的年轻修行者们 已经进了雪原 顾青和原姓少年就在其间 寒雾太过诡异 要保证年轻修行者的安全 更重要的 是这些大人物们 想第一时间知道 雪原里的具体情形 他们无法离寒雾太近 谁知道那会不会让 北方那道意志 再次变得狂暴起来 参加道战的年轻修行者 境界低危 应该不会被那位视为威胁 反而要安全很多 今年道战的真实用意 就是要用这些年轻修行者 去查看雪原里的情形 一百多名年轻修行者 出现在雪原上 就像是黑点 然后渐渐聚拢 分成了二十个小组 年轻的修行者们 谨慎地控制着速度 与寒雾的边缘 始终保持着数里距离 随着寒雾退去 而缓慢向北进发 今次道战 除了杀死雪国怪物 只要能够拾回 前次参赛者的遗骸 或使重要法器 也可以在西山居的画上 添上一朵红霉 没有人指望 还能遇到幸存者 因为这道寒雾实在太冷 即便隔着数里的距离 依然能够清晰地 感受到其间的恐怖 在这寒冷的雾气里 怎么可能熬过六年时间 向北走了好些天 参加道战的修行者们 没能找到任何 活着的雪国怪物 只是看到了很多尸骸 偶尔能够发现 人类修行者的遗物 顾清是青山弟子 性情也极沉稳可亲 很快便得到了 同伴们的认可与尊敬 在他的带领下 小队偏离了原先设计的路线 向着西北方向插了过去 速度渐渐加快 很快来到了 最前方两个小队的身后 那两个小队里 有中州派的弟子向晚叔 还有西海剑派的铜炉 同伴们有些不解 心想这是要做什么 又知道西山居冲突的 年轻弟子更是有些不安 心想难道顾清道友 准备与铜炉在这里 站上一场 那两个小队 明显也觉得有些怪异 入幕之前便减慢了速度 等着顾清等人赶了过来 你想做什么 铜炉盯着顾清的眼睛说道 与你无关 铜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再说话 他今年来雪原参加道战 没有别的目的 只是想要重温一下 当初的记忆 祭奠与骆怀南之间的友情 既然与铜炉所在的小队无关 那自然与中州派的向晚叔有关 人们的视线在二人之间来回 气氛有些紧张 因为骆怀南的那个故事 因为景久与白枣没有回来 青山宗与中州派的关系 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期 然而这个进程在三年前戛然而止 因为骆怀南死了 杀死他的是一名青山企图 这件事情与青山宗本质上 没有什么关系 影响却无法消除 请问顾道友 你为何要跟着我们 向晚叔有些警惕地看着顾青 天地这般大 我就想到处走走 向晚叔有些无奈 心想两望风的道友 都说顾青性情沉稳可亲 没想到最终还是染上了 沈莫风的习性 这般不讲理的话 也能说得如此平静 顾青也很无奈 心想要不是师父没有什么随身的定位法器 我跟着你做什么 向晚叔用眼神示意他 跟着自己去了稍远些的地方 压低声音说道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 我就想做什么 他们的遗骸不见得在一起 难道你忘了洛师兄说的 最后那场雪崩 那可都是雪虫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都已经被雪虫吃了 然后现在连根头发都无法找到 向晚叔有些郁闷 这是你说的 既然贵派的定位法器还能用 那就说明雪虫并不能消化掉所有的东西 不错 万里喜可能就与定位法器在一起 顾青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家的福斯剑也可能在一起 向晚叔正了正 有道理 顾青看了眼天色 先休息 明天一起走 如此也好 以青山宗与中州派的名望 自然不用担心参加道战的年轻修行者 敢抢夺万里喜与福斯剑 只是万事皆需小心 一夜无话 晨光降临 人们醒了过来 忽然觉得今天的晨光 比前些天要明亮了些 忽然有人发出了一声叫喊 追着北方跳了起来 人们向着北方望去 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四周的黑山如此清楚 朝霞染着天空 山里的寒雾 竟在一夜之间散尽 顾青走到向晚叔身侧 笑着说道 终于可以快些了 向晚叔笑了笑 正想说什么 忽然感觉腰间传来震动 他低头望去 只见那只青竹小牌 正在发光 向晚叔脸色顿变 根本来不及说什么 直接唤出一片青色琉璃 侵略而上 破空而去 瞬间变成一道流光 顾青神情微变 毫不犹豫 欲见而去 瞬间化作一道见光 看着这幕画面 血缘上的同伴们很是吃惊 而且奇怪 心想发生了什么事 居然如此着急 同炉看着远方 微微挑眉 心想向晚叔动用了天地顿法 顾青的剑光 居然还能追上 难道 他已经到了无章上境 白城外的原野上 方景天看着四方 脸上的皱纹被晨光照亮 眼神还是那般深静 如无波的古景 树里外的另一方 任千竹也在看着北方 神情有些凝重 这两位青山宗与中州派的大人物 在看什么 忽然 方景天眯了眯眼睛 传讯找门 他沉默了会儿 对身后的弟子说道 找到了 无事 片刻后 任千竹也对身后的弟子 说了句相同的话 青色琉璃带出的流光 与剑光 隔着数十丈 向黑色群山外面飞去 还有多远 向晚书神识落在青色小牌上 片刻后说道 还有很远 顾青再如何沉稳 也有些恼了 心想中州派的这些法宝 真是须有其表 难用之极 向晚书看了他一眼 心想对方败入神漠风下 不到十年时间 居然便已经超过了自己 不由有些羡慕 景阳真人的洞府故居 果然自带仙气 不知道是寒恶的缘故 还是别的原因 钢峰要显得安静很多 二人冒险飞行 很快便出了黑色群山 来到那片死寂的雪原 诡异的环境也没能让他们的速度降低半分 猎阳当空却没有任何暖意 因为前面寒意骤盛 顾青和向晚书落在了雪原上 发现前面是一道崖壁 极为陡峭 深不见底 最恐怖的是 里面全部都是寒雾 具体位置在哪里 向晚书握紧青竹小牌感受片刻 指着寒雾里的崖壁某处 就在那里 顾青的声音有些微微颤抖 还活着吗 向晚书的脸上满是喜悦 师姐还活着 啊 顾青快活地叫了一声 向晚书这时候心神被惊喜所占据 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心想自己只能判定师姐还活着 不知道景久的情形 你为何却比我还要更高兴 顾青自然不知道向晚书在想什么 她的逻辑非常清楚 既然你师姐白早都还活着 我师父又怎么可能会死 还犹豫什么 赶紧救人 寒雾封着洞口 怎么救 直接破山 大给多神 向晚书观察山崖 石鱼杖的距离 如果从这里直接破 可能会崩塌 太危险 顾青不想再与这个书呆子商量 欲剑退回百余帐外 盘膝坐在雪中 双手剑指急出 飞剑向着雪原地表斩去 哗得一声响 不知多少冰雪与均硬的土壤被飞剑展开 地面上出现一道深约数尺的沟壑 向晚书正了正才明白他的意思 赶紧飞了回去 盘膝坐在他身旁 吊起神石换出法宝 便向雪原地表轰去 参加盗战的年轻修行者们 收到消息 陆续赶了过来 便看到了一幕很奇怪的画面 向晚书与顾青盘膝在雪地里 闭着眼睛 见光与流光不停地向着地面轰击 雪原地表已经被挖出了一道深坑 宽约丈许 通向地底深处 这是在做什么 元姓少年最先反应过来 怪叫一声 唤出飞剑 便向地面斩了过去 紧接着 青山弟子也明白了 中州派弟子也明白了 各自换出飞剑与法器 向地面轰击 就连有的别家宗派弟子 也猜到了什么 开始帮忙 铜炉没有出手 站在远处 看着越来越深 越来越长的坑道 神情有些复杂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因为担心崖壁垮塌 顾青与向晚书选择的角度很浅 等于要挖出一个很长的邪道 而且 血缘弟弟被常年寒物侵蚀 动得无比坚硬 尤其是那些岩石简直如钢铁一般 即便是锋利的飞剑与威力极大的法宝 斩虚轰击的效果也不是太明显 幸亏到场的年轻修行者越来越多 用了数个时辰 终于渐渐靠近了崖边 顾青与向晚书坚持的时间最长 针缘消耗太大 脸色苍白 深坑尽头的石壁上出现了一道裂缝 小心些 话音落出 那道裂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自行扩展 沉重的石块落下 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年轻修行者们纷纷向后避开 顾青与向晚书还有元姓少年 走到了人群的最前方 那道裂缝越来越大 直至上半截石壁全部塌了下来 轰的一声巨响 血缘震动 地面的石头到处乱滚 烟尘大作遮蔽天空 不知道隔了多长时间 烟尘终于溅散 无数道视线盯着那边 那里出现了一个洞口 一把铁剑插在那里 正在不停燃烧 看着就像黑夜里永远不会熄灭的火把 燃烧的铁剑后 是一张竹塘椅 看着那张竹塘椅 顾青的眼睛有些湿润 紧久躺在竹椅上望向人群 他的视线移动 最后落在顾青处 你们这动静也太大了些 顾青正了正 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原姓少年抬起衣袖擦了擦眼睛 其余的青山弟子笑着喊道 给师叔请安 别家宗派弟子也笑了起来 快活的笑声回荡在血缘里 便是崖壁那边的寒雾 似乎都退后了些 第115集 抽丝 中猪派弟子们也很开心 只是为何没有看到师姐的身影 向晚叔向着洞里疾掠而去 经过景久身边的时候 抱拳为一 顾青走进洞里 对着景久 跪下磕了一个头 起 顾青起身 望着他的脸 发现他比以前轻瘦了些 心生惊异 如果是普通修行者 就算不被酷寒冻死 也会因为与世隔绝六年而出问题 修到屁股 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顾青知道 自家师傅从来不需要这些 他的视线落在景久的衣服上 再吃一惊 这件来自神墨峰顶的白衣 可以抵御水火相亲 普通飞剑都很难斩破 这时候已经破损严重 边缘到处都是窝口 难道寒雾如此可怕 可这六年他是怎么熬过去的 顾青再也顾不得那么多 明知是冒犯 也释出剑石落在景久身上 顿时更加震惊 景久的剑员已经近乎枯竭 身体虚弱到了极点 顾青赶紧上前 握住他的手 他本来想问 既然听到我们的声音 你为何不用浮丝剑展开石壁 还非得忍受那般 操乱震耳的声音 就因为觉得 躺在竹椅上出场的画面很好看 现在他才知道 原来景久 是真的已经 无法动了 白草弹 顾青低声喝道 原姓少年早已进洞 听着这话 赶紧取出丹药 景久接过丹药服下 见二人的谎及神情 有些感动 准备解释几句 自己没有大事 忽然洞里传来一声惊呼 顾青与原姓少年转身望去 也被看到的画面惊着了 洞里靠着石壁的地方 有一层半透明的皮革 面积极大 从纹路来看 净死干枯的血虫尸体 干枯后都有这般大 那活着的时候 这只血虫该是何等恐怖 但引发中州派弟子惊呼的 并不是这只血虫 而是牙洞角落里的一个事物 那是一个类似简般的事物 由无数道极细的丝线缠绕而成 那些丝线如金似玉 即便用神识查看 也看不出适合材质 透过那些细密的丝线 隐约看到简里有道身影 正盘膝坐着 似是在调膝运功 还能是谁 那道身影当然便是中州派弟子苦苦寻找的白枣 这时候白枣的情形明显有意 仿佛在修行某种特殊的功法 向万叔等中州派弟子当然不敢妄动 更不敢动用法宝 先前让一名弟子用断金缩试了一下 能否割破一根丝线 没想到那根如金似玉的丝线没有断 断金缩的表面却出现了一道裂痕 惊呼声便是此时发出来的 中州派弟子们望向警九 他是唯一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人 没事 两天后就能出来 听到这话 向万叔等人放心了些 但还是有些不安 赶紧传讯回白城外 同时在洞外开始布置阵法 加强防守 中州派弟子向别家宗派的年轻修行者 解释了一下当前情形 再三表示感谢 请求理解 当然具体情况没有说 那些年轻修行者自然理解 表示无事 更是主动担负起 在更外围巡逻的任务 铜炉依然站在远处 看着坑道深处那个 盲成一片的崖洞 情绪越来越复杂 崖洞里 顾青忽然发现铁剑还在燃烧 赶紧提醒警九 警九动念 铁剑上的火焰就此熄灭 他看着铁剑有些不适应 燃烧了六年时间 他已习惯铁剑是火把的样子 甚至感觉铁剑就应该是那样的 这时候他才想起来 铁剑本身是没有火焰的 牙洞外有风进来 他才想起来 原来不是所有风都那般寒冷 想着这些事情 他沉沉睡去 顾青忽原姓少年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寸步不离 不知道是那颗白草丹的笑容 还是寒雾远离 警九的脸色渐渐红润 夜色醉深时 他醒了过来 发现四周不再像过去六年里那般安静死寂 多出了很多窃窃私语的声音 他自观身体 确认无事 从竹椅上起身 向洞外走去 顾青与原姓少年也疲惫至极 靠着竹躺椅正在打盾 听着动静 立刻醒了过来 赶紧起身 你们就在这里 不要远离 我出去活散下身体 顾青拿李肯一 扶着他的手臂 看了一眼洞里的中州派弟子 压低声音说道 师父 你的剑云都快没了 一直如此 无碍 他说的是真话 那道寒雾让天地间的一切事物运转 都变得缓慢了很多 就连天地灵起都仿佛被凝成了实体 很难被感知吸收 他算得非常清楚 寒雾最浓实 在牙洞里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 大概只有以往的3%不到 他要用剑火维持牙洞里的温度 真元耗损本就极大 这样的速度无法保持真元的随时恢复 所以只能恢复多少便用多少 换句话说 这六年时间里 他的真元就从来没有饱满过 甚至可以说 始终在最低限度里艰难运转 他的身体会变得虚弱 也与寒雾有关 因为一切都会变慢 不过这些真的不要紧 只需要活动一阵 便能好转 顾青依然不放心 怎么都不肯让他一个人去夜色里行走 景九只好让他跟着自己 顾青用眼神示意原性少年 把洞里守着 扶着景九向洞外走去 庶民中州派弟子正在洞外主持阵法 看着景九的身影 赶紧起身行礼 顾青扶着景九 走出邪道 来到雪原上 那些参加道战的年轻修行者 看着他们的身影 也纷纷起身 这是对景九的敬意 且不论洛淮南说的那个故事 只说他能够在如此恐怖的寒雾里 存活了六年时间 便值得所有人的尊敬 更令这些年轻修行者震动的是 景九被救后表现得如此平静 似乎对一切苦恶都漫不在乎 这等心智谁不佩服 他们不知道的是 对于这种与世隔绝的日子 景九实在是太习惯不过 今夜的热闹反而让他有些不适应 来到雪原里某处 近处再无闲人 阴云奇异地散开 洒下一地星光 地面白得有些耀眼 景九看了顾清一眼 顾清知道各宗派的师长 很快便会抵达 要抓紧把事情说完 避免师父不知道这六年里 发生的事情产生误判 首先 他用最简短而准确的语言 把洛淮南曾经讲过的那个故事 复述了一遍 假的 知道 所以三年前他就死了 景九看了他一眼 老家伙们不会动手 他怎么死的 顾清微精 心想师父你为何能判断出这一点 解释道 蜡月事故决意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死了 景九有些意外 心想蜡月要超过洛淮南 至少还需要四年时间 为何三年前便能杀死对方 顾清把三年前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没有任何隐瞒 知道这件事情里 还有柳十岁 以及棋盘对面的童言 景九沉默了会儿 然后示意他继续 十岁销声匿迹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蜡月事故在闭关 准备破惊入游业 景九说了声不错 也不知道是针对 哪一句做出的评价 顾清没有忘记那个重要的细节 杀陆惠南的处子剑 是神皇给的 景九有些意外 南海那个老家伙的剑 是的 事后掌门真人去了云梦山 中州掌门夫妇 应该很清楚这件事情 皇帝给你们剑 也应该没有什么深意 只是顺水推舟 顾清在此吃惊 心想师父你的判断 为何如此肯定 他又想起一事 这次带队过来的 是西来丰主方景天 听到这个名字 京就想起六年前 景阳真人贾洞府 开启那夜发生的事情 沉默片刻后 说道 不是 故事说完了 二人回到崖洞 很明显 崖洞里的白枣 是在修行某种功法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中州派弟子 在洞外结阵 禁止任何人靠近 但当然不会拦着景九 如果景九想对白枣不利 过去在雪原地底的六年里 随时都能出手害死他 走进崖洞 示意顾清语元性少年去休息 景九走到角落里 抬头望向那颗雪茧 那些细密茧丝 似金如玉 茧体看着 也并非完全雪白 但在他的意识里 还是习惯称之为雪茧 因为那些茧丝 都是由雪虫尸体里的枝叶里提取 能够隔绝严寒 白枣能够在这般极端严寒里 存活六年 与之有很大关系 牙洞里已经安置了很多叶明珠 柔和的光线落在雪茧上 把里面那道纤细的身影照耀得更加清楚 景九双眼如剑 更是能够透过剑丝 看到少女紧闭的眼睛与苍白的双唇 六年前她一直落下 穿受白枣这种道法 只是想试试看 能不能帮助她修复破裂的金丹 她没有想到自幼修行云梦山玄宫的白枣 居然与水月安的道法如此相合 没有丹药精实的帮助 吸收天地灵气 也极为困难的情况下 她一招入定便过了六年 所得远远超过了她的想法 当然 这种道法有产子贡献的智慧 以心正念 对外界的所求确实要比别的功法少很多 见有胭脂色涂上少女的双唇 景久确认无碍 走向崖洞的另一边 崖洞内头临着绝壁悬崖 夜色里的寒雾依然未散 忽面而来 犹如无数根钢针 景久早已习惯这种寒冷 神情如常向着下方望去 寒雾深处 隐有风雪起 只是距离洞口只怕有数千丈的距离 根本影响不到这里 崖壁里的雪虫早就已经钻出洞穴 顺着崖壁爬到了雾深处 岩壁上残留着它们留下的枝叶 闪闪发光 数万只雪族虫 在寒雾深处高速向着北方进发 他还看到了很多第一次看到的妖兽 甚至看到了几只蹦蹦跳跳 像兔子般的白毛雪怪 他把手伸向牙外寒风里 意念微动 一只雪甲虫出现在他的掌心里 与六年前相比 这只雪甲虫体型没有变大 只是不再透明 浑身散发着寒意 他的甲壁仿佛是万年冰玉做成 给人一种坚不可摧的感觉 就在他翻手的那瞬间 一只装死的雪甲虫忽然醒了过来 伸出六只像戏竹般的白色之族 紧紧地抱住他的手掌 发出急促的叫声 听着就像冰雪撞击在崖壁上 感受到他的意思 景久心情威易 心想跟着自己做什么 青山虽然不热 但更不寒冷 绝对不适合雪族生物存活 不过既然雪甲虫想跟着他回去 他也无所谓 重新把他收了进去 然后他抬头望向北方 他的视线越过夜色与寒暮 以及更远处的狂暴风雪 落在数万里之外的那座孤峰上 从三年前开始 那道意志便已经变得平静了很多 不再狂躁 不再那般敏感 他的感觉反而更加不好 因为只要对方吞噬一切的 生命本能不被解除 越平静便越可怕 他早就明白了师兄 想让自己看什么 我要走了 他对着远方那座孤峰说道 孤峰没有回应 敬酒转身回到崖洞里 夜色渐身 顾青醒来 又取出一颗白草丹服侍敬酒服了 然后他走出洞外 在向晚叔身边坐下 那边怎么说 让我们小心行事 尽快把他们带回去 顾青有些吃惊 没有人来过 是的 向晚叔转头看了一眼 牙洞 感慨说道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这么多年 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顾青 顾青想着师父身上那一件 破烂的白衣 与虚弱的身体 是啊 向晚叔凑近了些 低声问道 敬酒 前辈有没有说 我师姐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师父说了没事 那便没事 不用担心 转天 牙洞里的血碱 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 有风拂过的时候 碱体表面 如水面一般轻荡 仿佛正在变软 中州派弟子们 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更加紧张 顾青确认 两派的师长 前辈 都没有过来的意思 有些出乎意料 傍晚时分 目光照耀在悬崖绝壁之间 敬酒站起身来 收起竹椅 向崖洞外走去 洞外结阵的中州派弟子 有些吃惊 心想 你要去哪里 向晚叔最快反应过来 神情紧张 望向洞里 薛碱表面 飘起一根线头 被风浮动 轻轻飘着 在目光里 就像美丽的鹅子 想要断开身后的丝线 那根剪丝 被拉得越来越长 在空气里漂浮着 血碱受到力量的牵引 缓慢地转动起来 然后速度越来越快 如今四月的剪丝 被抽离得越来越多 弥散在整个崖洞里 夕阳光辉下 就像是正在燃烧的雪 最后 血碱的剪丝 全部被抽完 露出了里面的画面 漫天剪丝里 白枣盘膝坐在空中 缓缓落下 双眼依然闭着 就在落下的途中 他缓缓睁开了眼睛 然后醒来 双脚自然地站在了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